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非常歡迎您再次觀賞本期 《歸谷傳說》的節目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現場是 慈濟基金會北加州分會的 執行長謝明敬 明敬師兄 明敬師兄您好 請您跟我們觀眾朋友 打一下招呼 然後呢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您的背景 還有您親愛的工作狀況 好 主持人好 還有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叫做謝明敬 我現在是擔任慈濟基金會 北加州分會的執行長 至於我的背景呢 其實跟很多灣區的華人 是非常非常的類似 我也是工程師出身的背景 在1983年 從德州Austin奠基碩士取得之後 就搬到灣區這邊來 進到這個Intel來做從事微電腦的設計 86年加入Startup公司 然後呢 之後換到我們在灣區還不算小的 網路公司Cisco System 那在這個同時呢 我也盡量有機會就參加工藝的活動 尤其是參加慈濟的很多的慈善工作 在192000年的時候 擔任了慈濟人文學校的校長 在2005年的時候 有機會接任執行長這個任務 一直到現在 同時呢 也非常非常的幸運 在2009年的時候 有這樣子的一個姻緣跟機會 我就放下高科技的工作 全心投入慈濟的慈善置業 其實大家對慈濟基金會 其實真的並不陌生 因為在很多的報章媒體雜誌上 常常會看到很多相關的報導 尤其是所謂的災後協助的部分 但是呢 我上網查了一下 其實慈濟不是緊就於 這個部分的協助服務 慈濟還幫忙做很多很多 其他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可不可以請那個 就是明鏡師兄呢 跟我們觀眾介紹一下慈濟 當然還有就是 我們慈濟在北加州成立的歷史 好 非常願意來分享這一部分 那慈濟呢 有所謂的這個 四大之夜八大腳印 這四大之夜就是慈善 醫療 教育 人文 然後呢再加上環保 還有這一個骨髓捐贈 社區志工 然後再加上國際震災 這個是慈濟所包括的八大腳印 可能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所謂震災的這一部分 是 那事實上慈濟是從1966年 由慈濟法師創辦以來 今年已經是第53年了 第53年 我想最重要的是 現在也是第53年了 對 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說 慈濟是把一個宗教的精神 慈悲喜捨 濟世救人的這個精神呢 能夠付諸行動 那目前來講已經在全球 56個國家有慈濟的志工 是 已經有56個國家 那同時呢 也有95個國家地區啊 慈濟有機會去援助 去援助 那尤其是在2010年的時候呢 慈濟也成為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 非政府組織 NGO 這個非常難得 是的 這個特殊諮詢委員 那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華人的一個慈善宗教團體 能夠成為這樣子的一個 特殊諮詢委員的身份 那因為持續的積極參與 很多促進和平 安定 社會安定 還有呢 關懷 我們現在大家非常留意的氣候變遷 還有國際難民 這些重大議題 都是以實際行動來協助 那也因為這樣子 今年呢 也更成為 十七個 有十七個聯合國信仰組織代表之一 全世界的十七個信仰組織代表之一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來引以為傲的事情 那尤其慈濟 今天能夠付出這麼多 是因為有很多很多 非常有愛心的人的支持的關係 那至於說 在灣區啊 北加州的歷史 我想也是 很有意思 那大家都知道 灣區很多 各大公司 他們都是從小小的 這個 start up 開始的 其實慈濟在北加州 也是非常非常的類似 大概在1989 1990年左右 我們在矽谷呢 有一位叫做矽谷阿嬤 一位老人家 他不會開車 也不會講英文 但是就是憑著那一股熱忱 信念 從他家的車庫 開始進行慈善工作開始 是這樣開始的 是start up 是的 然後短短的幾年 三年左右呢 就正式的登記 成為一個正式的慈善組織 1993年 正式成立 到今天呢 2018年 已經也25年的歷史了 很快的25年走過了 所以從這個小小的車庫呢 到我們現在有一個園區 43000平方英尺的園區 頗具規模啦 那當然志工又剛開始的 大概10位左右的 到現在也上千位了 我們會員應該說起來 也有這個上萬的會員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 成長的歷史 那再加上灣區 以及北加州 有很多的大小都市啊 也都我們都有聯絡據點 聯絡處啊 分支的據點 像舊金山啊 奧克蘭啊 stockton sacramento這些 都有我們的據點 那同時呢 實際在很多的領域呢 也都能夠有機會發展 譬如說人文學校 在灣區就有七所的人文學校 所以整個來講 在北加州的發展呢 已經成為華人 相當具有規模的 宗教慈善組織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知道 所謂的天災無情 但是人間有愛 這也就是 我們在下個月呢 在慈濟北加州分會 製樂園區呢 有兩場 募捐的音樂會 那分別是在 11月10號 跟11月11號 那可不可以請這個 明鏡師兄呢 跟我們各位 觀眾朋友呢 介紹一下這個 音樂會 它的目的是 維合 那它的目標是怎麼樣 那再來就是 可不可以跟我們 也跟觀眾分享一下 它的內容啊 還有邀請的特別來賓 那如果各位觀眾呢 真的很想去 共襄盛舉的話 要透過什麼方式 去可以做一個購票的動作 是 很高興你問這個問題 那美國的天災 最近是越來越多 越頻繁 而且規模越來越大 就這 光光是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如果 灣區的朋友們 記得的話 去年的二月份 從來沒有發生過 水災的聖河溪 居然也發生了 百年來最大的水災 然後 不到半年的時間 在Santa Rosa Napa這一帶 也發生了 有史以來 非常非常大的靈火 然後呢 也不到一年的時間 也在北邊 Redding這個地方 發生了卡爾火災 所以 再加上去年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最大的風災 预風就是 Houston的哈維風災 然後最近在東岸 你想看看 這個Hurricane Florence Hurricane Michael 都是超大型的災害 所以 我們就是為了希望能夠 募集很多的愛心 來為這些災民們 來幫助 鄰居這些愛心 我們光是 我們光是 直接 從 自公 援助 這些災民 的金額 光這些災難 Houston的還不算 光北加州 這兩年就花了 150萬的美金 直接援助這些災民們 那慈濟呢 那慈濟呢 正在的方式都是 採取直接 重點 而且非常尊重的 雙手 來 付出 直接 送到 災民的身上 非常非常的 受到 災民的 這個感動 因此呢 這個音樂會 就是很希望 借著這個機會來 呼籲 我們在灣區 很有福報的 聽眾朋友們 揮眾朋友們 一起來 共襄盛舉 來協助 幫助這些災民們 好 非常 謝謝明鏡師兄 今天來到我們 《龜谷傳說》的節目 同時呢 也請 請各位 觀眾朋友們呢 踴躍來支持 這兩場的音樂會 那最後呢 在節目 結束之前呢 請各位 一起來觀賞 由慈濟北 加州分會 為這次音樂會 鎖住了一段 宣傳短片 然後非常謝謝 再次 感謝明鏡師兄 今天來 上我們的節目 那以及各位觀眾們 再次觀賞 本節目 《龜谷傳說》 咱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 拜拜 下午後 請各位 請各位 杨贵妹 实力派唱将高原 知名歌手上官平 以及古典音乐表演 慰惧你我的爱心 发挥一份善的力量 11月10日和11日 在慈济北加州分会 购票请拨打 408-457-6964 或上网 TCNW.org